在九合一选举后的周日 指风车368乡镇市区 儿童艺术工程就要到金山带来演出 往年都是在室内表演 今年是金山首场在户外演出 其中还有针对新北市孩子编排的戏剧 以说书人述说故事的方式 让孩子用15分钟的时间 完整了解新北特有的历史文化 为了让偏向地区的孩子 可以不用舟车劳断进城看艺术 在九合一选举后的周日 指风车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 将要到金山带来演出 往年都是在室内的表演 今年金山首场在户外演出 结合美术戏剧舞蹈音乐 黑光多样化的元素 要让孩子在关系的过程当中 引发孩子的艺术兴趣 然后里头会有一段 主要会有一段是 讲一个新北市发展的故事 应该是说 它其实就是会让小朋友知道 比如说他们居住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一个渊源的历史 他们会花一个15分钟的时间 讲一个新北市的一个发展的故事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不会有 比如说在剧院里面或什么 它就是在户外一个开放的空间 紫风车剧团这次带来许多不一样的项目 其中针对新北市孩子编排的戏剧 要以说诗人叙述故事的方式 结合投影片让孩子用15分钟的时间 完整了解新北特有的历史文化 也让孩子了解新北特有的历史科痕 更以身为新北人为荣 对生长的故乡更加熟悉 也更有自信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紫风车剧团 非常关心我们这边乡的一些小朋友们 从104年开始起 已经第二次来我们这边金山演出 它这个剧团是结合了我们音乐 续曲 舞蹈等多元素的一个来演出方式 相信大家必能够得到非常一个好的一个享受 在这里也邀请大家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来观看 为此金山区工作表示 往年紫风车剧团 都是到室内的中山堂来演出 今年特别选在户外夜晚时分 就是要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热闹的选举过后 周日晚间七点 在金山国小要与大家见面 公所也邀请大小朋友 一起来感受这个难得看戏的时刻 记者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